大家好,俗话说食指连心,我们的手掌是人体的全膝反射区,有着非常多的经络,通过按摩手掌可以疏通经络,调理继续,这期我们就来分享六个按摩手部的方法。 第一个是肌掌心,首先食指相扣,然后是以适当的力度肌掌心,经常做这个动作能够见脑抑制,消除疲劳,提高思维能力,同时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。 这个动作每次做一分钟,动作二这个动作是敲掌心,一只手的手掌打开,另一只手握空拳敲掌心。 在掌心上有一个重要的穴位,这就是劳工学,经常刺激这个穴位对于失眠和神经衰弱都有非常好的作用。 这个动作同样是敲一分钟,动作三推大鱼记和推小鱼记。 也许有些人还不知道大鱼记和小鱼记在什么位置。 通俗点地说,就是在手掌的内侧和外侧边上,有一组肌群构成的稍微隆起的部位。 大拇指的一侧叫做大鱼记,另一侧就是小鱼记,现在推的就是小鱼记。 这边是大鱼记。 如果是大小鱼记发青,甚至是青筋暴露,这主要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。 要引起关注了。 这个动作同样是推一分钟。 接下来我们做第四个动作,指尖对敲。 将食指对食指,中指对中指,这样食跟手指对准互敲。 这个动作对指尖的神经末梢有非常好的刺激,可以达到行脑见脑的作用。 老年人可以经常做一做这个动作,因为对于老年痴呆目前还没有理想的解决方法。 所以早期的预防是很重要的。 这个动作同样是做一分钟。 接下来我们做第五个动作。 刮手指方法是把一只手的五指张开。 用另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弯曲去刮手指。 每根手指都对应着不同的经络。 经常刮一刮都有不同的好处。 小指对应小肠筋。 无名指对应三胶筋。 中指对应心包筋。 食指对应大肠筋。 大拇指对应肺筋。 经常刮手指,可以疏通五脏经络。 经络通了自然就轻松。 这个动作同样是做一分钟。 这个动作做完以后,我们就来做最后一个动作。 将两手的手掌相对,从小指开始依次地弯曲手指。 这样可以活动手指的关节,能够促进血液循环,提高关节的灵活性。 因为大脑和手的关系非常密切。 在中年以后经常做一做手指的运动。 有助于大脑血流通畅。 小指做完,再从食指开始做起,各做一分钟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